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剧情片《幻子一云》 影片一开场 单亲妈妈朱丽姐一大早起床之后 送自己的宝贝儿子小正泰上学 这是1928年某个忙碌的一天 作为电话局的主管 朱丽姐这溜冰的水平不服可真不行了 放学接孩子的时候 小正泰说今儿班上有一倒霉孩子 说我爹地是因为不喜欢我才离家出走 是这么回事吗 朱丽姐说纯属扯淡 我这边刚怀孕的 你爹地那混蛋就不见了 小正泰说我爹地为啥要离家出走 朱丽姐说别提那个王八蛋 提起来我就吃不下饭 这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 确实挺不容易的 幸好这小正泰聪明伶俐 而且也从来不惹朱丽姐生气 母子俩相依为命 生活基本上还算过得去 但天有飞来横祸 人有头痛脑热 本来这第二天呢 朱丽姐要带小正泰去看电影 可单位领导啊 让她临时加个班 虽然这姐们一百个不愿意 但为了保住饭碗啊 也不得不去 看着儿子失望的表情 朱丽姐心疼的不行啊 母子俩隔疮相望都无比的惆怅 朱丽姐下班之后 正准备回家啊 被一直暗恋她的领导龙套叔拦住了 龙套叔说 你最近的工作表现呢 我非常满意 我准备给你生吃加薪 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饭店 要不咱也先吃个饭吃个蛋 朱丽姐心不在焉的说 你这主意确实是不错 但你得先征求一下布拉登皮特 当朱丽姐回到家 儿子小正太已经失踪了 这下可把她吓得不轻了 无奈之下 她只好给警察局打一电话 很快半个月过去 小正太依然没有任何的消息 圣保罗教会的牧师胡子叔说 洛杉矶警察局这帮混蛋 整天出了敲诈勒索挑补腐败 根本就没别的正事可看 我们要对押进行严厉的批判 警察局长王大白在收音机里一听 可是气得不轻了 由于小正太失踪这件事越闹越大 王大白终于坐不住 可那个年头既没有监控 警察们又不知道发动群众 想把小正太给找着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不过这种事难不住阻止 多磨到王大白 这哥们儿让手下能来另外一孩子 打算顶替小正太 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 警察鸡贼哥说 我负责处理所有离家出走 和走势儿童的案件 我们发现你儿子的时候 他正跟一帮流浪汉严接要犯 朱丽姐一听 哭得是花子乱颤 交接孩子的过程 是在火车站进行的 当时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为了自己的政绩 王大白是做足了噱头 演足了戏 朱丽姐看到孩子之后 当时就愣了 说这不是我儿子 鸡贼哥说 大姐你肯定是搞错 这五个月来 他是整天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相貌我肯定有一些改变 朱丽姐说 老弟你别开玩笑 这不是瞎胡闹 由于警察跟这小胖堆 已经提前沟通过 因此面对提问 这倒霉孩子是对答如流 鸡贼哥说 现在的孩子发育都快 这肯定是你的儿子小正态 你瞅瞅 所有的媒体记者全都来了 今儿你要是不跟孩子相认了 以后你就甭想再罗人机混 在鸡贼哥的威逼利诱之下 朱丽姐也有点害怕 只好配合着警察 又是拍照 又是批笑如不笑 把小胖堆带回家之后 朱丽姐是越想越难受 面对着一个 跟自己八端子打不着的孩子 那心情能好得了 在给小胖堆洗澡的时候 朱丽姐突然在 小胖堆的丁丁上 发现了端倪 原来这倒霉孩子 曾经胳膊包皮 朱丽姐说 你到底是谁啊 你再不招供 我可是要上老虎凳了 但甭管朱丽姐怎么问 这小胖堆就是不说 朱丽姐再次找到了鸡贼哥 说那真不是我儿子 鸡贼哥说 他是不是你儿子 你说了不算 我这儿可是有儿童专家的鉴定啊 既客观又公正 就战了命 看着鸡贼哥一脸的围心 朱丽姐感觉仿佛 有一万只羊头在狂奔 就在朱丽姐感觉无助的时候 接到了圣保罗教会的牧师胡子书的电话 胡子书说 警察局长王大白啊 就是一如假包换的混蛋 这孙子滥用职权贪污腐败 能干的坏事全都干 只要谁有不同意见 他就让谁领好看 而你必须跟他们斗争到底 教会和我都会全力帮助你 在胡子书的鼓励下 朱丽姐也不害怕 当着记者的面 对警察们的独职行为啊 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鸡贼哥听说之后 当时就不敢 很快就命人呢 把朱丽姐送进了精神病院 转场之后 有正义感的警察毛丹哥 开车到郊外的农场 查办一个少年偷渡的案件 途中在打听道的时候 偶遇了正在修车的变态哥 毛丹哥来到农场 没费什么事 就抓住了一坏小子 为了不被遣送回加拿大呀 坏小子决定检举揭发立功赎罪 坏小子说 那农场是我表哥的 那孙子就是一死变态 逼着我帮他杀了有二十多个小孩 如果我不干呢 他就在我里面拍 毛丹哥一听 这尾巴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说到底怎么回事 坏小子说 他通常都是带着我 开车在街上瞎溜的 看见有小孩在外面玩了 就开上车 这些孩子一看 我在车上坐着都没事 也就放松了警惕 等回到农场 他会先把这些孩子也关进仓库 等到深夜就打开沙街了 毛丹哥拿出一单 失踪孩子的照片 让坏小子辨认 其中就有朱丽姐的儿子小正态 朱丽姐在吃饭的时候 龙套姐凑了过来 说你看看 这里边有好几位 都是因为跟警察对着干 被送进精神病院 自打进了精神病院之后 朱丽姐可是被折磨得不轻 但这位坚韧的母亲 却始终没有放弃抗争 转场之后 毛丹哥等人压着坏小子 到农场寻到证据 挖掘工作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 时间不大 就挖出了很多小孩的遗憾 这起案件 很快就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了 牧师胡子叔 带人理直气壮的来到精神病院 院长迫于压力 只好把朱丽姐给放 警察局长王大白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把鸡贼哥叫到了办公室 说这件事市长已经知道了 如果处理不好 他就要摘我的乌纱帽 现在到了你表中心的时候 你自要是把这件事给我扛住 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紧接着毛丹哥对小胖堆进行了审问 审问的结果毫无悬念 在毛丹哥强大的攻势之下 小胖堆很快就说了实话 变态哥一看东窗事发 连夜坐着火车投奔了他姐姐家 可这个时候变态哥的通缉令 已经贴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连电眼杆和公厕都没放过 他姐姐和姐夫一看是这王八蛋 于是急忙打电话报了案 转场之后 朱丽姐和牧师胡子叔大律师 带着法院的执行令 一起来到精神病院 解救了曾经跟警察对抗 并被强行关押在这里的所有女人 接下来跟警察局的官司 和对变态哥的审判都很顺利 由于警察局长王大白 和鸡贼哥太混蛋了 被哥之查办了 而变态哥的一击谋杀罪名成立 两年之后就要被执行死刑下的狱 虽然坏小子认出了小状态 但由于无法确认那些死去孩子的身份 因此朱丽姐坚定的认为 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朱丽姐仍然没有放弃对儿子的训绕 律师说变态哥后天就要领盒饭了 他说在临死前想跟你见一遍 朱丽姐来到监狱会见变态哥 说我之所以跟你来见面的 就是想问问我儿子是不是一杀的 本来这变态哥想实话是说的 但一看到朱丽姐脸上的表情 算是彻底怂了 无论朱丽姐怎么问的 这孙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呢 有不少人来看上了 面对着矫情假变态哥算是彻底下尿 可尿归尿该交饭票还得交饭票 这种事可如不得开半句玩笑 五年后当年从变态哥家逃走的 一个孩子被找到 原来当时小正太和他 还有其他孩子都被变态哥 关在了农场的仓库 几个孩子在逃跑的时候 被变态哥给发现了 本来这小正太有机会逃走 但为了救他 不幸被变态哥给杀了 哎呀 没想到小小的年纪 竟然有如此的勇气 不得不说 小正太之所以能嗝屁啊 跟朱丽姐平时的正面教育 有必然的联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如今变态满街跑 自己孩子要看好 千万别不当回事 万一丢了没地儿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